作为一名设计师 他致力于中国服饰传统的当代活化 从本土的材料、文样与工艺中 提炼出当代设计的图示与手法 创造出一股一惊的风格面貌 作品《启程转和》 荣获第九届全国美展金奖 作为一位教师 他35年来坚守教学第一线 打造出当代中国最完备的 染织服装设计教育体系 以全域设计理念 启动设计艺术学院的教学改革 持续建构东方设计学学科体系 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 重大项目理想 他连续两届担任国务院 学科评议组委员 以前沿的学术视野 引领中国设计教育和学科发展 2019年荣获全国万人计划教学名师 作为一名创新者 他注重艺术与设计 科技和产业的跨界互动 以设计创意 引领生活方式和时尚产业的发展 从西陵桥畔到天下何方 从798的旧工厂到巴黎市庄州 从伦敦到佛罗伦萨 他以羽衣泥场点亮一个个社会现场 创造出绚烂多彩的城市记忆 他带着他的东方思国 从中国走向世界各地 以东方风韵当代风貌 搅动国际时尚风云 设计的境界是需要科学的思想 和他的那种观测的方法 也需要我们这个自然的法则 与它的规律 那么更需要科学的思维 与它的技术 最后是靠我们这个艺术的审美 与它最高的标准 来铸就我们文化生活 这是我的择识观 我的匠心观 在时间的维度上 要留下心注 脑注 眼注 和手注的 匠心般的磨练 历练和创练 我的浙江观 我觉得社会是永远是推陈出新的 以艺术为最高的准则 以科学为发展创新的目标 以我们可持续 发展为痊愈的思想 形成我们的正能量 它就能照顾于人物 接下来